台北股市反彈了 行情Safe了嗎 眼前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於投資朋友 你的觀念有沒有具備了 歡迎收看股市趙孝敬 我是程序言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照邀來現行 好的今天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出現反彈 那很多人都會看到 就是說整個在這一邊 因為今天最重要的是 除了台積電的拉抬力道之外 比較亮眼的就是航運股 尤其是貨櫃三雄 今天來講的話往上拉抬的動作 所以讓很多人說 老師這一邊來講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底部已經確認的訊號嗎 或者是這一邊來講的話 當然台積電的法說 會有釋出來的是一個不錯的訊息 那整個這一邊是不是整個 外資來 今天來講買超之後 會不會開始就 馬上拉抬台北股市了 不要忘記 我已經跟大家反覆的去強調了 眼前來講外資的買或賣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它的多空心態 反而你現在要從整個 過往的控盤習性 下去看待 眼前的行情 眼前的行情我已經 談到過 從放假之前到一路到現在 我已經跟大家來談到 台北股市現在是反覆洗籌碼 打底的過程 所以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你務必最重要的是在於 你手中持股不畏的一個檢視 現在這個位置 眼前這個時間 你需要的是耐性 而不是看到跌拆跌 看到漲覺得行情 底部絕地大反攻 千萬不要 現在眼前這個階段 非常重要的是你的觀念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就好是在節目上 這一個時間點 我必須要跟大家來談的是 你有沒有觀察到過往控盤的習性 來 這個是貴買指數的日線圖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就好是最近 從上個禮拜 放假之前 到這個禮拜放假之後 我還是一樣 我的重點還是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這個觀念來講的話很重要 貴買指數OTC的日線圖 那我們一樣只留一條的 年限扣底值 你可以發現 現在來講貴買指數 他就是在年限扣底值的部分 破掉又拉起來 拉起來又震盪 一根紅棒又打下來 反覆的沖洗 這個是一個標準 洗籌測試打底 才會有的過程 最好是在那個放假之前 我也告訴大家 你如果願意去讓自己花一點的時間 去建立一些觀念 從作手控盤的習性 下去看行情 你的思維會跟一般的投資人不一樣 我必須要強調這件事情 朱老師其實已經跟大家來談到 你從貴買指數的日線圖 因為最近來講 8月9月甚至延伸到10月份 很多人對於就說 台北股市這一邊來講的話 跌幅或者是每一次談起來之後 你覺得可以樂觀了 或是有人喊底部了 完之後你會發現又跌回來了 我只告訴大家 現在反覆徹底 反覆去徹底的過程 你務必要懂得 去觀察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這樣子一個習性 我已經跟大家來聊到 過往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去回溯 距離最近 一波的漲幅拉上去 然後整個行情在那一波的漲幅 第一次拉回破年限 特別留意 年限扣底值 第一次破年限扣底值 你務必要知道 過往沒有任何一次是 馬上形成空投趨勢 我們把貴買指數的日線圖 往左去移動 我們看一下 過往前面幾年來講的話 發生過什麼事情 就要是很強調這個觀念 因為這個觀念來講的話 可以幫助你 不要把底部誤認是頭部 去年的現在這個時間點 去年的9月10月 一樣很多人都是在大盤在徹底 大盤在足底 在那個過程來講的話 把它誤認是頭部 當然我不會告訴你 就是說 那個老師如果這邊是底部來講 後面是不是一個大行情是往1萬9 2萬 那不是 我是要告訴你 你至少不會在大盤徹底的過程 把它誤認是那個頭部區 然後你把你的 手中來講 原本後面有機會的股票 你把它殺在股部 很重要 這一集的節目內容非常重要 我希望 你至少 不相信我也算了 那你不想聽也算了 至少這個節目的觀念 你務必 花點時間 你自己好好去想一下 然後你想一下去年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在想什麼 前年的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在想什麼 ODC冠板指數來講的話 其實在前面一段 距離現在 一段的多頭趨勢 然後第一次回測 或甚至第一次破年限 它是在發生在那個 2018年 2018年 大概是在第四季的時間 然後一直的往上攻到 隔年2019年的第一季 你會發現 這一段的多頭的走勢 一段的多頭趨勢 我特別強調 你把 年限扣底值留下來就好 第一次拉回 第一次破年限 這個位置 它不會立即形成空投 反而你要知道 第一次 破年限 它會有一段的 不管大或小的反彈 那個大或小的反彈起來 也許是什麼 你會看到回頭一看 變成一個箱形區間 後面來講的話 重點是什麼 在那個箱形區間 後面行情能不能再向上延伸 那個是未來的事 但是你不能在第一次 破年限那個位置 就覺得這邊是 行情就會走進空投趨勢 你從前面的往左看 去看前面幾年 距離現在最近的前面幾年 第一次破年限 沒有形成空投 他到第二次 第三次破年限才長趨勢下 這個發生在去年的3月份 也就是說 大盤8523的那一次 你可以從那個 OTC貴買指數的日線圖下去看得到 你把第一次破年限的這一個動作 距離最近 因為今年的5月份 大盤回跌 行情出現因為疫情惡化 然後出現回跌三級警戒 當時候來講的話 OTC貴買指數根本沒有破 根本沒有測到年限 所以眼前10月份來講的話 貴買指數它是什麼 去年 3月份也是大盤 是8523的那一個時間點 一路這樣下來來講的話 現在才第一次破年限回測年限 所以你不能在這個時間點 認定台北股市是在什麼 是進入空投趨勢 後面來講會岌岌可危 我一直強調還太早 還太早 那我先就說 今天來講的話 大家你也都看得到 那個台積電的法說會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太 太壞的訊息 那我其實也是跟大家談到過 台積電也是一樣 台積電也是一樣 他在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也是在10月份他是第一次 因為他前一次在 那個8月中旬 8月下旬這個階段來講 他是沒有摸到年限 所以這個10月份來講的話 10月份來講對台積電而言 他也是什麼 第一次回正式的回測年限 或是破年限 跟過往一樣 你自己從一個他們日線圖 只流年限扣體值 240MA就好 這個簡單的觀念 我分享給大家 而且這個是我告訴大家是 做手的習性 做手的習性 所以你不要在第一次回測年限 破年限那個當下 然後把行情這一邊 哇有什麼樣的利空訊息 有什麼樣的 那個很危險的一個訊息 或股票都往下跌 現在來講 你看的是格局 不是股票有沒有破底 股票有沒有破線之類的 特別留意 回到我身上 我跟他來聊的是什麼 做手控盤的習性 我們可以從OTC貴買指數的日線圖下去看到 過往一個習性 現在來講是第一次破年限回測年限 台積電也是如此 大盤 也許你現在會覺得 老師 那你這樣講的話 大盤那個現在來講 來 加權指數大盤 大盤現在是什麼 還沒有摸到年限 如果 你照我Lighter這邊留言來講的話 老師這邊 是不是大盤是不是 有一個 機會是不是再會 什麼 年限扣底值 會再回測一次 會再破一次 那我給你按讚 代表你有真的在思考現在的行情 那另外來講 這邊你有提出 真的提出這樣問題的朋友 幾位網友 我真心給你按讚 你可以發現 大盤的年限扣底值 他是一路的往上揚的 他只要在這邊大盤 忽掌忽跌忽掌忽跌 你不管 那個股票這一邊來講 哇 一片很淒慘落魄 你現在 你現在只要去觀察那些股票 確認那些股票的格局 還有包含那一些股票來講 當然 電子 你業績是要看電子 因為接下來很殘忍的 接下來他是傳統電子旺季 所以你現在來談業績來講的話 比較有能力 可以發生在未來反映在股價只有電子 反而你傳產類股來講的話 如果一波的漲幅過 一波的多方的攻擊走勢過 那回頭下你這邊破線 你反而要留意 前面那一波的攻擊所留下的高點 他也許是什麼 那個類股族群 傳產類股族群的 那個 一個景氣循環 這個循環裡面的高點 我必須要跟大家來談 那我剛才有聊到 有網友 那當然這是少數 因為那個Lite這邊 我這邊也將近5000人左右 那兩位網友來講的話 有跟我談到 老師你意思是看你的節目 你意思是說 所以大盤這一邊是不是也留一個 年限扣底值會被破的一個機會 確實 但是我要提醒你 年限扣底值 大盤這一邊反覆沖洗 年限會一直不斷往上拉 年限扣底值 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16,100點以上了 所以接下來你只要看到 年限扣底值往上拉 即便是震盪之中 他再被破掉 他也只是 從去年8523以來 第一次破年限 大盤來講也是如此 我提醒這件事情 我剛才已經跟他談到了 去年8523 這是8523的位置 這樣一路這樣下來來講的話 現在大盤 也許接下來也留了什麼 第一次破年限 第一次回撤年限的機會 但是我已經告訴你 以過往的習性 年限扣底值 第一次回撤 第一次破 不會立即形成空投趨勢 所以你這邊一直想的長驅直下來講的話 太早 然後你這一邊來講的話 如果你沒有先辨認好股票的格局 把這一邊 股票破底 哇 這邊那個跌的很凶 他就認定是空投走勢 然後你就隨便亂賣 你會把你自己的股票賣在底部區 特別留意 回到我身上 我節目來講 最近這兩天我希望就是說 給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希望就是說 與其跟他聊很多 因為去年的現在 去年的9月去年的10月 也是沒什麼大行情 那當時候來講 也是那個都是回跌 然後讓很多人在這一邊來講 老師你覺得這邊不是空投 然後就是一直 羞辱性的 言辭 然後那種辱罵的 留在我Lite很多 我這邊只聊 你留在我Lite這邊 你不管是要留什麼 那你在看行情跟我想法不一樣的 你如果 你一個 有那個 呈現出你的真面貌 你的真實姓名留著 那我還覺得你很有勇氣 那你這邊來講 如果只是一些沒有真實姓名 然後是用一個什麼 雕像 卡通 水果 樹 或是什麼 寵物的動物的 那個大頭貼 那看錯 喊錯之後來講的話 自己又趕快刪掉 今年 一月底 二月底 五月份 回跌的時候來講 老是這邊要破那個一萬五了 老是這邊要破萬了 好幾個 後面來講的話 行情談起來 嘎起來 全部都自己 刪掉他的帳號 躲起來了 更不用談 我前面已經分享過 那個跟我喊那個 航運股看好500塊 貨櫃山窮看好要500的 早在前一波 連續7月份連續跌停的時候 他自己刪掉了 我要聊的是什麼 我不是針對說 酸民不行 而是說什麼 市場上這邊的生態 但我希望看我的節目 你鎖定我的節目來講 你要懂得我跟大家分享的 股票的觀念 判斷行情的觀念 操作股票的觀念 很重要 不是看漲猜漲看跌 就是空頭 加油就好是Lite 小老鼠GoReach55688 小老鼠GORSH55688 我還是一樣 現在這個時間點 跟我有緣分的朋友 我要你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去分辨股票的格局 所以10月份的上半月 10月份的上半月 我要做的是什麼 持股見證的部分 我希望就是說 你在我Lite這一邊填表單的 你的持股部位 那個股票名稱 讓我看到 我要讓你知道 如果有緣分 因為人數是有的 確實是有一波的人數 那我希望就是說 至少你可以分辨 你這一些股票來講的話 眼前是不是因為下跌 是空頭走勢 即便是空頭格局的股票 你也要再彈起來 空頭反彈 那個時候做換股 不是隨便在那個 往下破然後殺低 操作股票 不要去 漲起來了 你才想追 那你如果習慣說 那個股票彈起來了 漲起來了 創新高了 老師可不可以買 你如果是一直都是抱著這種心態 然後盤中拉起來追 那你一定是在這種動盪的過程來講的話 行情下跌的時候 那個股票跌得稀哩哗啦 你就想賣 然後你就變成落入一個追高殺低的循環 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那個源自於你的習慣 台積電現在來講的話 法說會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猜得到 台積電法說不會有什麼太大 太大利空的訊息 台積電到後面來講的話 業績不錯 稅後經歷 EPS 我相信都不會插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就好是一直提醒大家是 你要在 這一些大家這個話題之前來講的話 你要必須要有一個看盤的一些觀念 因為現在最重要是觀念 去年的現在也是一樣啦 去年的現在 你對於股市的行情 那時候太多的人 他也是對於股市的行情 哇這邊那種岌岌可危 好在做頭了 幾尊頭三尊頭 破線了 去年現在也是破線啊 我跟大家談的是 現在來講的話 股票格局非常重要 我不是因為知道 哇台積電法說會 老師你是不是要賭台積電法說會 我覺得不是嘛 我先跟大家來談 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分辨你手中持股的格局 那個才是最重要 因為我已經不斷的跟大家來去灌輸 我跟大家來分享 你不要讓你股票殺在底部 然後再最重要的 眼前的大盤 他有一個控盤的習性 我一直告訴你 因為主要的 在這一邊的格局來講 我看不到還不到空頭的理由 還不到長趨時下一個 真的真的破1萬5 那個下看萬點 然後那個8523沒有 還看不到這樣的理由 滑到我身上 我特別跟大家來談到這個關鍵 因為這一節節目來講 我希望可以談到一些就是說 可以正式的 實時幫助大家的一些觀念 當然你跟我有緣 你就聽得進去 你長期鎖定我的觀眾朋友 然後你從去年看到現在 你一定記得去年的現在 行情也是不好的 去年的9月去年的10月 行情也是漲不上去 那時候很多人都1萬3 那邊是一個天險區 1萬3是大頭部了 這邊是一個右多盤之類的 股票再不走 多少呢 在去年現在時間點 把股票砍在底部 長線底部 那我不是告訴你後面 老師你是不是看了那個 1萬9、2萬 不是 我告訴你是什麼 即便是後面沒有到1萬9、2萬 後面是一個大箱形的區間 你也不要讓你的股票砍在箱底 就這麼簡單而已 來 我先你就是說 今年有一檔股票 大家你到後面來講的話 才知道說哇這檔股票好強 610是創圍 除了他業績本來就不錯之外 他是到後面來講 整個7月份 進入今年的7月來講的話 才一路的往上噴 當然他最高點 那今年來講 那個最後面是160塊半 今年5月的時候他跌到48塊 他跌到48塊 你有看我節目的人來講 甚至我都被取笑過 你那個股票我都不會漲 叫那個 你的精英會員 人家有錢你就一直加碼他 這是6104創圍 我一直要跟大家來談 你看的是要股票格局 創圍在今年 我直接把那個 大家你一樣 可以把日線圖往前 往左 往左看 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把所有的均線 你不管什麼 5日線 10日線 月均線 季均線 半年線 年線扣底值 創圍在今年的5月 那個股災 5月時交15159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點 15159點 15159那個時候 他殺到大凡15159那個時候 他殺到48塊 你看一下創圍在當時候來講的話 這個位置 5日線有沒有破 有 10日線有沒有破 有 月線有沒有破 有 季線有沒有破 有 年線有沒有破 有 這樣一路這樣殺低下來講的話 你都覺得他是空頭格局 當時候我節目已經很明顯的 我節目來講有一段時間 不斷不斷的強調 那時候我講說 我感謝我的精英會員 那個時候當然他們 不是因為他們有錢 而是說他們願意相信我 在這個時間點來做一個什麼 加碼的動作 所以後面這一檔的創圍 這檔股票我沒有賺一倍 沒有 但後面這一檔股票來講 我分批逢高去調節 後面大獲全勝 這一檔股票我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一檔這個一個波段下來 一檔股票就這一檔 靠這檔股票有人可以賺到100萬 靠的是什麼 如果在這個位置 我看到這樣子空頭格局全部都破線 這個是空頭反彈 你覺得你 這一檔的創圍 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你是要買在什麼 很多人買創圍是買在這個拉起來的 漲停板看到漲停板了 然後看到追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那問老師能不能買啊 後面來講的話殺在這個位置 特別留意 我要告訴你什麼 現在很多股票它是處於這種格局 現在有一些電子股 它是處於這一種格局 你小看它以為它是空頭股票 或者是買它很危險 你拼命要去把你的 那個資金一直要去買航運股 現在來講的話 航運股 很難可以立即做止疊 或是確認底部 是因為太多人 現在還是一直在拼命的 要做航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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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展樁 或者是那個貨櫃都一樣 我知道我講這些話 一定很多人聽得很不爽 但是我希望就是說 看我節目的人 我不會在意 那些看我不爽的 那老師那個講航運股 是怎樣得罪你 航運股是不是跟你有仇 不是 我的想法是我的節目 只要有一些觀念 讓市場上一群人 一部分的人能夠聽得進去 那我分析師的資格 我分析師的證照 他就有他的價值 我一直抱著這個心態 坐在這邊 否則我的節目早就跟 你現在所看到很多那種 投顧老師的節目一樣 天天都漲停板 什麼樣的行情跌 他也有漲停板的股票 行情震盪整理 他也有漲停板的股票 成交量擴大的時候 他也有漲停板的股票 成交量低你的時候 他也有漲停板的股票 我就是不屑幹這種事情 我相信你最近這段時間來講 你也知道這檔股票 因為10月份他是創新高 6411的經驗 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同時也是什麼 我的經驗會我的持股 因為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對我而言 就是去年這個時間點 你把今夜這檔股票日線圖攤開 你拉到去年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一下去年現在 這個時間點在長這樣 一樣你把所有均線全部留著 五日線有沒有破 有 十日線有沒有破 有 月線有沒有破 有 季線有沒有破 有 八年線有沒有破 有 年線有沒有破 有 是不是空頭 你如果 用一般的眼光來看 這樣的股票 你覺得是不是應該 這個早就那個買的人 早就該停止 怎麼還會在這邊買 你為什麼買空頭的股票 一樣 當時候 其實 講白一點 當時候來講的話 我第一批的經驗會員 在前面 前面一個月的時間 有 有讓他們就是說 抓到買股票的一些的觀念 有讓他們賺到一些錢 所以他們在這一個時間點 願意相信 我那時候盤也不是很好 你自己把大盤 去年的8月 9月 10月 尤其是9月 10月那個時候 你自己把日線圖攤開 我就不相信 你那個時候大盤的狀況 還有包含了經驗 這種6411經驗 你現在都會知道 保護晶片 防護晶片 那個時候誰理你什麼防護晶片 你哪知道他幹什麼 經驗那個時候是冷門股 不是不是像那種航運 他所有人都知道的股票 不是像那種敦泰 驅動IC 所有人都知道的股票 你回頭來看 那個時候來講 我們在這個這個位置 分批買進 甚至我要我的經驗會員那樣 爆 後面來講 我不是在炫耀 我絕對不是在炫耀 我只是告訴你 你操作股票 不是看到跌 或是破所有軍線 他就是空投股票 你要看懂他格局 現在到底在幹什麼 打底你把它當作是一個 做頭部 那就差很遠 當然啦 如果即便是走空投格局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也要聰明一點 在他空投反彈的時候再換股 而不是那個一路相下跌的時候來講 這個很危險喔 趕快砍 不是啊 尤其最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強調 大盤這個位置 還不到空投格局的時間 最重要現在最重要是階段是這樣 當時候來講的話我也是跟我的那個經驗會員講 大盤不到空投格局沒有看到空投格局的條件 所以這種股票 他是要什麼打底 這種股票 他是什麼 測試底部 經驗當時候來講的話 當然啦那個時候我們不可能買在最低啦 86塊有 他那時候最低是77.9 那時候我會員最低買86塊 我們一路的報到後面來講的話 賣在這一邊 他絕對不會是最高啦 但是那個賣的位置 也不會是從這一邊底部區 然後這一邊 151塊半 他當然他最高179 但是這樣的一個操作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關鍵是 你在這一檔股票 多空交替的格局 整理的格局 主體的格局 嘗試打底的過程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空投格局 我現在發現很多投資朋友 哇那個喔 股票沒有漲啊跌喔 那個 現在來講的話 回到我的身上 你自己仔細想一下 像現在這種盤 你要天天都漲 手中的股票全部都拉起來漲停盤的 你除非只有用追高的方式 那你用追高的方式來講的話 最近的盤 很多是著強筋弱 你還看了 原本看到他漲停盤 現在後面打下來 你怎麼追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我不屑幹那種事 我反而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希望就是說 能夠聽得進去的 那也許你跟我之間有一點緣分 我的節目可以幫助到你 因為畢竟去年的時間點 跟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大盤的格局 包含了整個市場上的氛圍是雷同的 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再講白點 差別只是後面這一段的行情 後面年底的行情來講是大或小 跟去年對比下來是 大或小而已 比去年大 或是跟去年一樣 或是比去年小 但不管怎麼樣 至少是一個相形的區間裡面 我跟你聊到 你這一邊看空 或者是認定台北股市沒救了 還太早 你要等他第二次破年限 第三次破年限 再去來看說 到時候的格局是如何的 特別留意 你聽了進去都聽了進去 然後那個聽不進去的 我也沒有辦法 這邊來講的話 我的節目不會想要去說討好什麼樣的人 你不想看 那你就直接轉台 不用浪費時間 你喜歡看那一種 哇 手中股票都賺錢的 都漲停板的 創新高的 你去鎖定他 我就是不做那個路線 我就不走那個路線 你看我節目幹什麼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希望就是說 在我Lite這裡 我要做的是什麼 持股見證這個動作 我唯一的目的 最大的目的 我自己本身想要知道 現在市場上的投資人 除了航運股之外 最關心的股票排行榜 前五名 但我現在發現 反而不是敦泰 反而不是驅動IC的股票 所以這邊我希望就是說 當然如果有一些的 緣分或是機會來講的話 Maybe 你可以跟我通上一些電話 我可以親自的告訴你 你手中持股 這些的變化來講的話 是不是真心走進空頭 好 如果真的走進空頭格局來講的話 你要怎麼去賣他 現在很重要 你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這個 而不是在那邊猜說 行情後面會不會殺到什麼 會不會破到一萬田 一萬五會不會破掉 那這邊來講的話 後面反彈起來 是不是要攻萬九 那個都離離太遙遠 當你連眼前這一邊的股票格局 都看不懂的時候 往下破 往下殺 往上拉 往上攻 會到哪邊 那個都離離太遙遠 因為你都一定是到最後面是用追的 一向如此 股市長年以來的生態都是如此 如果我希望聽了進去的人 自然而然 我的節目就對你有幫助 聽不進去的人 那你可以 離開這邊 你可以轉台 因為這邊來講的話 我的節目不會有那個標股報給你 然後那個標股 你看我節目買 買股票你可以賺錢 我已經講過N百遍 千萬不要看我的節目 去追股票 那個絕對對你沒有幫助的 我已經講過N百遍了 好 另外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我一直強調的 國際油價 我在7月下旬的時候 我已經提醒大家 因為 那個節目畫面 我截圖已經放很長一段時間了 就7月16號的節目 從那一天的節目就已經開始 三大引誘裡面其中一個國際油價 那時候我已經提醒你 80塊美金 現在是不是看到了 對 好 現在很多投資朋友來講的話 反而擔心 老師那個 這個通貨膨脹 那現在來講的話 是整個行情岌岌可危 反而現在 會懂得去擔心通貨膨脹的 還蠻有一點點 那個對於行情有一點 sense 我就跟大家來談 如果你記得國際油價 的變化 如果你是個資深的股民 然後你有做足功課 前一次 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 前一次國際油價每桶90塊 甚至看到100塊 是什麼時間點 給你自己3秒鐘的時間 能不能立即反映出來 前一次國際油價突破90塊美金 一桶突破90塊美金 甚至看到一桶100塊美金 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 哇 危機啊 你知道記不記得是什麼時間點 給你自己3秒鐘的時間 你看能不能想得起來 我覺得如果你想得起來 如果你記得起來 當時候是什麼時間點 甚至就是說 哇那個時候90塊美金 100塊美金太可怕了 你都記得起來來講的話 那我給你拍拍手 代表你是真實在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第一個真實具備 實質的操作經歷 第二個 你在股票市場 你不是看漲猜漲看跌猜跌的人 所以你會有記憶 來 前一次 國際油價突破90塊美金 每桶突破90塊美金 然後什麼樣 看到100塊美金在這個時間點 7627 2016年 最低點7627點 當時候一樣你把所有的軍線都攤開 它全部都跌破 當時候也是所有軍線都跌破 那個時候 7627 而且7627當時候是什麼 我們現任了蔡英文總統 第一次 確認當選我們台灣的總統 當時候在這一段 這一段的過程 國際油價 不要懷疑 每桶 看到100塊美金 所以那個時候來講 哇喊說哇那個太可怕了 通膨的危機 現在要停滯性通膨 因為最近開始有人在喊 停滯性通膨嘛 危機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又告訴你能不能想得起來 國際油價前一次 跟現在差不多 而且比現在更可怕 一桶 突破90塊美金 而且看到100塊美金的 這邊2016年最低點 後面來講的話 我相信 你現在你自己大盤日線圖 自己回去看 你都會知道7627移植到現在 有沒有跌破過 沒有後面反而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危機完之後 就一段的大多頭 到現在來講的話 即便是去年的8523月疫情 7627從來都沒有來過 而且那一個時候來講的話 國際油價是什麼 突破90塊美金 甚至看到100塊美金的 我相信你自己去查日期 我在那個 7627之前來講的話 那一段那個時間點 那個大概兩個禮拜 半個月左右 三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來講 你務必要知道 我跟大家談的是什麼 你要弄清楚的是 是坐手控盤的意圖 我強調過 台北股市 股市的趨勢 絕對不是散戶畫圖決定的 不是散戶 喊盤喊高點喊低點可以決定的 當然也不是像我這種小小的分析師 我那個一喊後面會一萬九兩萬 不是 後面來講會下看萬點 絕對不是 不是我們 單一分析師 或者是散戶畫圖 畫圖就可以決定的 是誰決定的 作手決定的 是市場上那些大資金的作手 他們可以決定 所以你要去抓他們的控盤習性 而不是去看說 哇那個軍線破了 所有線圖都破了 那這邊股價破了 什麼什麼都破了 我剛才已經告訴你 簡單兩檔股票 因為這兩檔股票來講的話 是我實質 有代會員操作 甚至我實質在節目上 講了蠻長一段時間的股票 6411的經驗跟6104的創委 當然我早就已經賣掉了 現在他沒有 只是說我把它拿出來當例子 我當時候代會員買他加碼 他的時候是破線 所有的那個線型都破了 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有一些 在年底有一些的股票 有機會的 我已經鎖定了一些股票 現在技術線型 你覺得看起來很爛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務必要留意 你看空 還太早 我已經特別強調了 這樣子在畫頭部的人 你有沒有健忘過 我就會說 你今年其實第一季的時候 你也畫過 你把那個日線圖放大 你自己問你自己就好了 或者說 你在畫頭部的人來講的話 你記不記得 去年一萬二 一萬三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你們也畫過這樣子的事情 好不好 我在我身上 我不是在揶揄 我是要正式的告訴 這一些 你真的實質想要在我節目 上獲得一些訊息 獲得一些觀念的朋友 我提醒你們 你們要抓的是什麼 做手控盤的習性 而不是這一邊來講的話 一些 市場上流傳的散戶化的圖 或者是那個某個分析師喊 上看一萬九兩萬 下看那個一萬會破 那個8523 喊盤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 因為他喊或他畫線 大盤就能夠鎖定他的走勢 你要懂的是什麼 能夠決定股市趨勢的人 他的習性是什麼 你要觀察他過往遺留下來 在日線圖你可以很簡單 而且 你只要願意 而且你只要懂得去思考這個道理的人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發現 我節目已經 這個 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從國慶連續假期之前 到現在這個禮拜 我已經強調再強調 能夠聽了興趣的朋友來講的話 也許 我能夠把事實的幫助到你 也許你的收穫 就是我分析師證照 在這一邊來講的話一個價值 我一直是抱著這個心態 做在這一邊的 所以你想要看那一種 哇 報名牌 讓你可以輕易賺錢的 我報名牌給你 哇 這邊來講的話 天天漲平板的 你可以 不要浪費時間在這一邊 好不好 時間的關係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 我希望就是說 眼前的 唐琴 也許不會太好 也許就是說讓你覺得 哇 那個 操作難度很高怎麼樣之類的 但是 切記 反而這個時間點你需要是耐性 還有就是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也許後面沒有一段的大多頭 但是你也不要在這一種 大箱形的箱底的位置 然後你自己 自己弄巧成佐 把股票殺在低點 當然 這不包含航運股 特別留意 因為航運股是什麼 鋼鐵股是什麼 景氣循環的股票 特別留意 我強調再強調的 我不是 不是跟那個航運跟鋼鐵有仇 絕對不是 因為我已經提醒了 他們 股票屬性 他們類股屬性的問題 因為 接下來很 很明白 你從去年來看 去年年底拉的什麼股票 那當然 傳產類股裡面來講的話 也有機體相對比較低的 你看的是什麼 它卷資比 而且後續來講的話 真實 會比較有表現的 你應該可以去報的 應該是機期低 然後就是說 在第二季第三季的行情 相對比較沒有表現的 那一些低機期的 那才是傳產族群裡面的黑馬股 那我Light這邊早就分享過了 以上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